继大幅中应届毕业生陈奇武 不为一天比一天严重的病痛折磨 坚持不错探索最爱的甲虫世界 毕业前完成集合他创作的诗、画、散文作品 出版了甲虫少年的《勇士与勇士自然书》 并以他饲养的甲虫、自制的标本 以及诗画等等作品 策划了一场语书同名 既特殊又动人的展览 让前来参观的民众动容不已 认真的执行你自己的意愿 我觉得非常好的 很棒的想法 记记下去 我们可以看到像昆虫一样 也会异化 变成美丽的蝴蝶 非常的不容易 因为他的能力这么的困难 可是他却会把他的梦想 然后去把它扩大化 我觉得他很棒 希望他越来越帮他加油 看了展览 他们都给他很正面的鼓励 因为想说有一个甲虫少年 坐着六轮电动轮里 竟然在追寻着他的昆虫梦 陈爸爸陈希和说 甲虫少年的勇士与勇士的书名 就像是陈奇武的人生写照 因为这种罕见疾病 伴随着年龄成长 全身的肌肉会越来越无力 最后危机的心跳呼吸 通常寿命仅二十到三十岁 也无可以治愈的药物与疾疗法 因此勇士也成为甲虫少年的勇士 我们有技大师培中心的 一些实习老师们的协助 将他的诗用毛笔呈现 然后将他的散文 用四个漫画呈现 来办这样子一个展览 那我们办展在学校的一个月期间 发现说原来奇武的力量越来越小 可是他的文章力量非常的大 因为我们在办展期间 他的文章感动了非常多的人 包括游学高中生没有找到人生的目标 陈爸爸说 儿子真的无力继续升学 但经过这次的出书和展览 得到更多跟他同频率的昆虫专家热情回应 也认识了很多的专家与前辈 目前最大的心愿 就是还有机会去中兴大学 旁听昆虫系的课程 记者郑光佑 普立正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